嗨小朋友 刚才我们看了华文课文单言期 现在老师要和你们来一起看 这一个华文练习 也是关于到单言期做一支的练习 让我们来一起做这个练习咯 A 词语填充 词语填充 好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A项 读一读 然后在横线上填入适当的词语 以下是八大词语 我们来看第一个 危险 危险的意思是 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 危险 二 成功 成功的意思呢 就是呢 你终于达到你的目的了 非常的忙意 终于成功的达到你的目的 叫做成功 三 微笑 微笑 微笑的就是脸露着微笑 而这个微笑是没有出声音的哦 出声音的叫做大笑 而脸露笑容的叫做微笑 四 大雾 大雾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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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在呢 外面的空气 很像朦朦一片 其实我们会看到大雾呢 就是在清晨起来 早上你起来的时候 往窗外一看 窗外呢 我们的风景很像呢 朦朦的一片 朦朦一片白白的 叫做大雾 大雾 大雾呢 如果有大雾的时候啊 在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哦 因为看不到前方 因此呢 要照大灯 要开大灯 才可以看到远处的近况 接下来是第五 根本 根本 根本的意思是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叫做根本 六 叫做海盗 海盗 相信小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什么叫海盗 对不对 海盗 就是海上的强盗 海上的强盗 专门抢东西的 叫做海盗 七 叫做队员 队员 队员的意思叫团队的成员 团队的成员 叫做队员 八 叫做战 作战 作战的意思是叫打仗 打仗 好 读完以上八个词语 现在小朋友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 我们就一起来做练习咯 来我们一起读 你们在读文章 你们在读文章过后呢 有没有看到横线上有数目字 一 二 三 等等的数目字 你可以把这些数目字的正确答案 写在纸上 来 我们开始读文章咯 我们开始 一 二 三 子修是一名勇敢 且坚强的海军 过去这十年里 他不顾生命 一 不怕流血流汗 保卫国家安全 有一次 子修在执行任务时 海面 二 宁漫 能见度非常低 三 看不见一百米外的景色 但是 面对着可怕的 四 他还是鱼 五 勇敢 六 最后 子修 七 击退了海盗 露出了胜利的 八 小朋友 把一到八 应该填上的 正确的 词语 填上去 你们可以把答案 写在纸上 或者呢 老师已经有预备的 PDF 法 你可以跟着 这一些的 号码 写上去 不能够 print的小朋友 不要紧 把他答案 写在纸上 接下来 我们来看 想象造句 我们来一起做这个想象造句哦 好 我们来看哦 他说 当你戴上这个面具后 试想象 你会怎样 写一写 来我们看 第一个图片 我们戴上的面具 是什么呢 老虎的面具 好 我们来看题目一 当我戴上 老虎的面具后 我怎么样 好 小朋友 把你们 会怎么样的 这一个句子 写下来 写在纸上哦 老师看 你们 如果戴上了 老虎的面具 你们 把自己想象的 怎么样啊 OK 你们可以写 你们自己的哦 第二 当我戴上 太空人的面具后 当我戴上 太空人的面具后 第三 当我戴上 超人的面具后 当我戴上 超人的面具后 四 当我戴上 老鼠的面具后 当我戴上 老鼠的面具后 好 小朋友 就想象 你 戴上 老鼠的面具后 你 会怎样 把答案 写在纸上哦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西项 是看图造句 看图造句 来 他教我们 观察下图 选择 你想去的 这些地方 并写出 原因 并写出 原因 有海边 动物园 河边钓鱼 菜市 游乐园 和爬山 我再讲一遍 这些地方是有 海边 动物园 河边钓鱼 菜市 游乐园 爬山 好 我们要怎样 写这个造句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是一个图 这里有一个例子 老师教你们 这样写哦 你们可以写 我想去海边 因为我想在海边游泳 我想去海边 因为我想在海边游泳 好 接下来还有其他五个图片 你们就按着这一个给你的例子 你就用这一个例子来模仿 写出你们要去这些地方的原因 可以吗 你们就把这一些要去的地方 以及它的原因写在纸上 然后交给老师 OK 好 谢谢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请跟你们的华语老师联络哦 以下是华语老师的电话号码 好 祝小朋友们学习愉快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